大家好 我是团长蔡明琳 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事后收听Podcast的话 不管喜不喜欢 只要是用iPhone 尤其是iPhone12 一定要给团长五星推爆 好 记得这一集一样 这个系列 记得要开启字幕功能 这一集也有字幕 字幕小编 不要给我乱 OK 好 这一集 我们延续上一集的系列了 我们要谈的是 谁总是心太软 谁总是手下留情 话说我们前一集节目 聊的是补刀网 补刀网 球队在领先的时候 打得特别好 特别凶猛的 团队部分的大赏 黑马球队 邦邦 邦邦年度打击率 四队 第四 但是领先的时候 团队打击率 第一 所以邦邦果然是 发信用卡的高手 刷得很凶 个人的部分 则是年度的打击王 陈杰线 那另外如果以 250个打击以上来看的话 这个补刀补的最凶的 陈杰线的 神拜 也姓陈 陈庸基 都是姓陈 好 虽然大家都知道 球队领先的时候 大部分的个人 其实会打得更加的神勇 这一点从我们上一集 四队的整个团队的分项成绩 其实可以获得一个印证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尤其在个别球员的部分 那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天意 还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有什么道理跟原因 好了 这一系列 反正团长讨论完 公布完之后 大家再慢慢讨论 我这边就不下什么 太科学的定论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一集答案 就是要讲 补刀王的相反是什么 补刀王是领先的时候 刷刷刷 更狠 打得更凶 本来应该是猛打赏 变铁兹 变老虎武兹 我们总要来一个封号吧 好了 我想不到太好的名词 我们就叫做 手下留情榜 手下留情榜 那也叫做心态 心态软榜 也可以啦 好啦 反正这个 如果没有版权问题 这一集应该一边播 任贤棋的心态软 秤底才对 那一开始 我们当然还是针对 今年打习数足够的 这18位的 各队的主力来看一看 那 还是强调一下 因为怕有人没有看上一集 补刀王的1到5名 我们上一集公布了 补刀王1到5名 在上一集 讲到的是 很会趁虚而入 趁你病 要你命的这种打者 那 今天要讲的 手下留情榜 比如说如果是第一名的话 他就是心最软 最舍不得再伤害对手的 究竟是谁 好的 那我们纯粹就还是只看 这些选手 领先时候的打击率 领先时候的一个打击率 首先 二人话不说 直接公布 手下留情榜的第5名 这个人年度打击率 三成一三 全联盟排第8 其实算很厉害 但三成一三 但是他领先时候的打击率 下降到 两成98 三成都不到 这算不算心太软 算心微软 我还Microsoft的 微软 心微软 这个人是统一三帅 外野之 不是 不是 差点讲 林智杰 苏智杰 他也是 外野三帅当中 唯一一位 领先的时候 打击率 不进 反退 但是差距不大 因为他 三成一三打击率 领先的时候 是两成98 差距大概不到 百分数 这是 手下留情榜的第五名 哎呀 这人帅 心更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 手下留情榜的第四名 年度打击率 这位选手 三成二四 全联盟排第六 但领先的时候 他的打击率 从三成二四 降到两成九二 比刚才讲到的 苏智杰 更低一点 其实他可能不是心软 因为他有点年纪了 他要把他的power 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他是 爪爪 老将 周董 周思琪 周董 这我帮他讲 周董说 刷成绩不是我的style 我保持高尚累率就好 问题不大 这是周董的部分 他是 手下留情榜的第四名 接下来是 手下留情榜的第三名 这名选手 年度打击率 三成一一 全联盟排第十一 但领先的时候 他的打击率 一样跌破三成 哎呦 连两成九都不到 下修到两成八七 他是 乐天桃渊 绝对不叫 三振秀的 陈俊秀 那至于 他在这种状况 打击率 往下降 能不能够多 猫几只拳 而因此 挥空率比较高 或损失一点 打击率 原谜朋友 自己查一查 团长在这边 没有办法 把每个人的数据 都看得这么仔细了 好 那 陈俊秀是第三名 手下留情榜的第二名 又是谁呢 他年度打击率 两成六八 在这 进榜的 十八个人排 第十八 所以严格来讲 他不是 领先的时候 手下留情 他是一整年都 手下留情 他是打出 生涯年度最低打击率 他个人 个人最低打击率 非常擅长打第一球 有时候会笑到 你感觉到发毛的 乐天桃源的郭炎文 那其实郭炎文 在领先的时候 的打击率是两成八二 反而是跟 这个排行榜前面几名的人 有点反过来 他是比年度成绩还要高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纯粹只比 领先时候的一个打击率 那他就是在这十八个人里面 两成八二是排倒数第二 但是他的状况 跟其他人略有不同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毕竟今年 打了一个年度比较 最低的一个打击率 的一个成绩 好 这是手下留情榜的第二名 是郭炎文 手下留情榜的第一名 这个人年度打击率 两成八四 全联盟 他在进榜的十八个人 也是排倒数 他是倒数第二 排第十七 但是很明显 他领先的时候 就不想要再多赚单场奖金 兄弟还是富二代 好赢人 乐天桃圆 陈陈薇 陈陈薇的数据 坦白讲 就真的比较夸张 他在领先的时候的打击率 我们刚才讲 他年度打击率 二八四嘛 两成八四 领先的时候打击率 人家都 都往上提个 十八二十八 这个很正常 他居然只有两成五 两成五 不但没有趁机刷到成绩 反而高唱心态软 所以他的出场曲 我是没有去过桃圆队 特别去听 他的出场曲 莫非是任贤其的心态软吗 怎么会这样 但是我讲真的 他搞不好个人都不知道 他领先的时候打击率 反而特别特别的不理想 原名朋友 陈陈薇的粉丝 你们知道吗 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好 虽然团长是 不想太严肃的分析 但是我还是 因为看到这三个人 你看第三名 陈俊秀 第二名 郭炎文 第一名 是陈辰威 这三个人 都是原队的主力选手 如果从结果回推 来做一个归纳 这三个人的 第一个共同点是 他们的打击率 首先都比去年退步 那陈俊秀是四年新低 这四年最低的打击率 郭炎文是生涯最低 会不会造成说 他们打出 比自己心里面 预期的成绩比较差 球队有时候领先了 或自己 假设今天打的还OK 但是接下来打击 反而想赶快 补一些成绩回来 或者说 看人家在刷刷刷 自己心里更急 反而出现了一些反效果 这是团长的一个推论 不得知了 那每个选手 或许状况都有所不同 那真的 这只得选手 他自己如果看到这个数据 他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分析 那也可能 当然就只是一个 单纯的统计数字 只是个巧合 也说不定 好 那我们跟上一集一样 把范围扩大一点 就说你年度打席数 只要有250个打席 也一起来看一看 那就增加了20个人 所以18 原本的18个人 叫20个人 38位打者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 就说领先 球队领先之后 打击率因而提高 也就是说 比他的平均打击率 要来得更高的 这38个人里面 扣掉持平的 一模一样的 姜坤宇 小可怕之后 还有25位 换句话讲 37分之25 是领先的时候 越打越好 这很正常 这太正常不过 比例是 来到将近七成 68% 那其中 当然有 这个68%以外的人 有一些例外 这些例外 就说 看人家在狂刷成绩 看到流口水的 这除了刚才讲到 这个不进反退的 那个手下留情榜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人 比较特别 他们的成绩的分布 仔细一看 就说领先 落后追平 他们的分布 跟周董蛮类似的 其中一个 是乐天桃圆的蓝银伦 蓝银伦呢 他今年年度打击率 三成一 其实只差18个打击 他就能够进入到 打击排行榜 但是他领先的时候 打击率呢 从三成一 降到两成七一 哇 这个差距 大概也有一个 13个百分点 那另外一个人 嘿嘿 嘿 嘿嘿 我嘿什么 嘿嘿啊 故 也在乐天桃圆 你就发觉说 数据有时候归纳归纳 你会发觉 好像也有一点脉络出现 这个人年度打击率 三二五 三成二五 很高呢 但是他领先时候的打击率 从三成二五 骤降到两成六八 相差了将近百分之十七 那这个人 应该跟陈陈薇一样 去KTV就直接 心态软 连点十七八手 这样子 这个人 林立的林 也姓林 但是他叫林志平 好 所以团长补充一下 补刀不成 反而不进反退的 我们 你看这一期节目的后段 一直提到的 都是乐天桃圆队的选手 而且当然这些人 都有至少250个打击 甚至于进到打击排行榜 换言之都是主力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巧合 还是今年乐天桃圆队 没有办法未免 甚至于打进季后赛的 一个直见阶的原因 这当然就交给 乐天球团 还有教练团去思考 可能也是一些 没有用的数据也说不定 好了 不过不敢怎么样 这些单元 纯粹是让大家触鼻子 因为很简单来讲 可能专业粉会说 只看打击率 对了 如果看上壘率 长打率 甚至于一些进阶数据等等 可能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加上我们这两集谈到的是 领先时候的一个打击 还有落后跟平手 还没有讨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团长就继续往下分享 也不要下太严肃 或者是这两集 有些球迷很严肃 挑毛病 你这里讲不对 那里不应该这样讲 没那么严重 好不好 至于其他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反应热烈 团长就再整理一下 继续跟大家 猝鼻子的分享一下 好 这是在这一集的内容 也给大家做一点点 这个茶余饭后的讨论跟参考了 我是团长蔡敏林 我们这个系列的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